在这里我会有一些教导,帮助大家在神里有信心 其实我们这里来的人,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困难 无论我们的困难是什么,神都会帮到我们 因为圣经讲到,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祂都有能力帮我们,祂是慈爱和有能力的 我们越亲近神的人,就越看到神的祝福 我们经常在不同聚会,看到不同的人得到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神的帮助,而不像觉得 是某一个人帮你祈祷才得到,但我们的祈祷有个意思 就是因为透过圣灵充满的人,按手祈祷 是帮你经历圣灵更容易亲近神,但目的就是回家多亲近神 不是说来到这里我们为祈祷,祈祷就全部搞定了问题 因为圣经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祈祷这些交给我们 即是无论我的问题,是情绪问题,邪灵的问题,或者抑郁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制问题,无论什么问题都好 神都给我们力量,当然每一样的处理是需要学习的 例如处理人制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人可以说是最复杂的 人制问题就是需要我们学习,如何不受人影响 他说什么都好,我们分辨不好的说话 那个人是宝贵的,但他的说话如果不好,就是 基本上是垃圾,我们不是说他是垃圾 是那些说话,因为那些说话不是出于神的 是出于人的罪性,或者是出于魔鬼的 所以人说,我们没用,你真是没用,很蠢,看小我们 这些是伤害我们的说话,我们受落就会受苦 这些所有问题,神都能帮我们 因为神会让我们起来平安 但是神能够祝福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开放生命的人 即是那些人说,我想耶稣帮我,解决了问题 接着我就自己走路,那些人得不到神的帮 为什么呢?他只是想得到一些东西 利用神,神知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去旗下土 去到聚会得到一些帮助 以为解决了他的问题 有大临的祈祷的人问我祈祷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就解决完了,那就不用亲近神了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神是看得最清楚,谁真的爱他 谁真的信靠他,遵从他,跟从他 神就很喜悦的,神一定会帮你 我们其实见过很严重的人的问题 得到释放,很严重的病得医治 也见到有些人很轻的问题得不到帮助 因为他经常挂念那些问题,经常都不是拔着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第一件事,我们清楚得救 我清楚悔改信靠耶稣 耶稣是我救死,因为我们人都有罪 耶稣是真神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有什么罪 求耶稣赏脸我,洗干净我的罪 但以往的罪,我们求耶稣赏脸 我们就不用每次死就死了 耶稣是否赏脸我呢?不用这么想的 耶稣一定赏脸 不过你再求耶稣赏脸也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不要整天内疚 哎呀死了,我很多人不听话 哎呀,神一定不喜欢我 就不要整天内疚 因为呢,就夜控告弟兄就是魔鬼 魔鬼就会就夜控訴我们 我们就夜自己,有时呢 有些人做了魔鬼的奴隶 整天帮魔鬼做事就是整天控訴自己 你真是坏了,真是坏了,真是没用 我们就不要继续控訴自己 尤其是神相信神爱我们 神赏脸我们 和神很想祝福我们 所以第一,悔改,信靠耶稣就得救 信靠耶稣就得救 真悔改,求耶稣赏脸我们就得救 好了,至于其他问题 神是有能力帮我们的 我们就多去相信神的爱 活在神的爱中,感谢神 基本上跟神关系就是 信靠,亲近,尊重 一起说 信靠,亲近,尊重 信靠是什么? 我信靠神是最好的 神是爱我们的 神是爱我们的 信靠 亲近是什么呢? 我祈祷,看圣经 整天都想着耶稣 整天都喜欢耶稣 因为耶稣是所有恩典的来源 我从早到晚都整天想着耶稣 整天都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不是一定说出来的 心里面喜欢神 神是知道的 神是欢喜的 神是祝福的 信靠,亲近,遵从 遵从 包括神吩咐的 我们去做 心想着侍奉神 不是个个都做传道人 但是个个都可以帮人 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你祈祷 他们都是给神去训练 使用 祝福你 可以帮助你 那你将来都可以 当你有这个心 你发觉这些问题 就会很快解决 但当人只想着自己的东西 他整天都 你整天都看着自己的问题 哎呀,家人又未改 钱又未够多 家里有很多烦恼 我又有情绪问题 整天看这些问题 心就会很烦 但当我们整天看 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全心爱耶稣 我看重耶稣 我有什么可以祝福人 我就祝福 我一信耶稣 就立即祝福人 神真的为我开路 是很快的 很快去 神就为我开路 使用我去祝福很多人 并且神为我开路 让我能够有很多的机会 教育的机会 是我想都想不到的 神为我开路 是祂已经预备好了 其实我自己也试过 情绪问题 精神问题 不是精神病 就是精神情绪上 因为我小时候 在家里闹打 我做噩梦 梦游 但是神就释放我 让我的心都可以完全松 所以希望大家 深信 彭耶稣 先求神的国 和他一起交给你 所以问题未解决 就不要经常想死了 死了死了 其实两种方式 有一种是尊重在问题 尊重在问题 尊重在问题 那些问题 好像尊重不走 而且尊重在问题 会烦一点 哎呀 真的很惨 有些弊异的心 很异 尊重在问题 好像有些弊异不走 那什么样呢 专重在耶稣 在爱我 耶稣在帮自己 耶稣在帮我 耶稣在帮自己 耶稣在帮我 加力量给我 尊重在耶稣 那些人便会松 多谢耶稣 耶稣在陪我 耶稣在和我一起 耶稣在加力量给我的 那些人便便会松 便便会轻松 那些人便会得力 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的責任感太強, 神仍是一個勤力的人 我小時候讀書都是很勤力、很肯負責任 我當了牧師, 尤其是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真的幫了很多人, 太多東西要寫 我經常只顧著寫東西, 我做洗碗、其他東西 我心急, 想快點做好, 我心急就發覺我心會毅住 我毅住就發覺毅住就沒有力量 我怎樣做呢? 我就發覺我毅住, 掛心要做事就毅住 我就說不要掛心, 因為這是神的工作 就算很趕, 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神會負責, 如果我愈急, 我心會越壓住 我就說不要緊, 在這一陣子, 我就在這裡享受神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耶穌愛我,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耶穌感激 所以你就是迷惡了, 很煩惱 你就常常都越來越閉毅 並 gearbox因該可以變成情緒疚和精神疲 但是當我們整天都在想著 耶穌 серь 你帮我,耶稣帝加利给我 我做的事,神是欢喜的,神是喜欢的 咦,有改善了 有改善1%,百分之1 感谢神,这个人就会轻松一点 咦,今天有改善1%,我就感谢神 如果越多改善就越好 这样的时候,心就轻松了 就不注目在问题 注目在神那里,人就轻松了 轻松的时候,一路越来轻松了 又受训练 我们这个是一个事逢训练课程 我们礼拜日就在观堂 在礼质角 就是聚会和 有崇拜和 亦都是有一些训练的,有粗练的机会 被人粗练的侍奉 那你一步一步,你有心服侍住 神是很欢喜的 那你服侍住 又会升层次 你的层次会提升 以前我就觉得 做牧师就是广道,广主一学 探访,找方法去 怎么传福音 我觉得好像很难有什么突破 但现在很不同 就是我能够 神使用我去兴起人的灵命 然后我就发觉 兴起到他有服侍主 兴起到很多不同的传道人 然后神就给我心意念 可以祝福传道人牧师 和想事奉的人 那我就去不同国家,神真的为我开路 例如我今次在肯押回来 我上了飞机 旁边的是一个中派的负责人 他听完我讲我的教导 他很有兴趣 他就问我 你可不可以五月再来肯押 来我这里 我会安排那些教会 并且呢 翌日也可以安排他们的中派 可以给我更多帮助 神又为我开路 我去的外国人多数是去外国人那里 但神又找一些中国人 那些中国人就会找我 刚刚来了两个在多伦多来的 他现在走了 因为他时间关系他走了 他来到 他是做什么 原来他的丈夫先看到我先的 接着他就介绍牧师他太太 他们每个看就很大兴趣 这两个人就跟后来成为组长 他的组 通常是一个组 后来分了两个组 他组又增长 又帮不同的人 牧师看到他就很喜欢 很想这个教会都走圣灵的路 他也打个电话给我 跟我聊天 原来我一直开路 在多伦多 Edmonton 以前有两个人来过 在加州又另一个地方 他很有心存福音 他又为人祈祷 又经历圣灵 他又很想帮助牧师 接受圣灵工作 又在那里开路 另外在荷兰 我们二月也会去荷兰 今次有三个姐妹和我一起去 是不是三个 三个和我一起去 他们三个都指派一些责任给他们 他们就去负责某些东西 就可以教导某些人 那就提升了 首先你自己处理生命 你将来帮到人处理生命 你被祈祷 将来为人祈祷 有人帮你灵命提升 你又帮人灵命提升 你未必做传道人 但你可以个别 或者两三个 去帮助 慢慢你可以越帮越多人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 神见到你这样 神的恩典 天来地何等高 他的前外向 敬畏他的人也何等大 而且你先求神的国 和他与一切加给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说 哎呀死了 我的问题很大 那些问题 在神来说是不大的 你只要心轻轻松松 神一定帮我的 神一定提升我的 我放心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心就松了 但你经常挂住 那些问题就会压住 其实来祈祷的人都说 松了、轻松了、好了 我希望大家都会看到有改善 那耶稣就不要说有改善 不过还有些问题 你这样看 然后我们就很大眼力了 所以希望大家 心里渴慕神 我走神的路 一定神大就祝福我的 我不要只惯着自己的东西 神才不会关心我的事 我以前第一个太太来世 以前我的钱都用完了 因为有病 当然用完了 但是神现在又生回了 他都带给我了 还可以到全世界的国家 看神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他可以全部 什么都给你了 所以心里面就说 不要紧 有神万事足 有耶稣祝福我 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可不可以一起说 有神万事足 耶稣 耶稣一定帮我的 不用担心 不用紧张 不用怕 阿里雷亚 多谢耶稣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心态 并且走神的路 因为这个世界上 走神的路的人是最好的 耶稣说 烦努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就是所有人 神都想他来那里 有重担来到 耶稣就叫我们得到安息 耶稣就说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们当父我骗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即是哪个路苦担重来 来之后又怎样呢 你们当父我骗 即是好像牛耕田 那个骗在脖子里 被他拖拉 拖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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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神 就是想我们个个得释放 接着我们就开始 跟耶稣同工了 接着呢 开始跟耶稣同工 又跟耶稣同工 又跟耶稣一齐 服侍 又学耶稣的生命 这样呢 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那些心就必得享安息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个心 我想给神用 因为圣经也说到 如果没有给神用的 埋藏了恩赐在地里面 他是要赶在黑暗里面 我们不是靠行人得救 但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必然是 给神使用 去祝福更多人 还有呢 没有做在小子身上 就没有做在耶稣身上 这样的人 是进入永刑里面的 所以 不要有观念 有些人的观念是什么呢 至于我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那些传道 就全路人做 其实圣经里面说到不是的 我们做了一个小子身上 就做耶稣身上 但希望大家不是压力感 而是说 我帮到人 他们被医好 被释放 被安慰 那我们将来可以影响更多人 求主帮助我们 你有这个心 有多少个有心 神啊 我愿意扶你欠 我愿意扶起耶稣 给我的责任 我去服饰主 有多少个 你不是一定做全路人 神啊 我愿意给神用的 你向神去说 神啊 我愿意 你真心愿意 神一定加力量给你的 神一定喜悦的 你一定会被提升的 多谢主 感谢主 神联系 神联系 一对 神联系 也能 相�א 一晚上 战 在哪纽